提起杀手各位会想到谁呢 是冷酷无情的光头四七 还是还我狗命的约翰·威克 小伙伴们可以先把第一印象留在评论区 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可不是那些一脸横肉的大汉 而是一位谣言似火的女人 那就话不多说 一起来翻阅这部动作曲092号档案 艾娃 2020年的法国巴黎 艾娃是一名职业杀手 这天她接到任务 搬成专车司机送目标前去开会 行驶途中男人被艾娃美艳的面容和气质吸引 主动提起想和她进一步交流 这郑重艾娃吓怀 他把车停在荒郊野外 顺势进入后座 此时男人还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 人对着艾娃侃侃而谈 忽然艾娃问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你的命呢 还不等他思索 便看到艾娃亮出手枪 这下男人终于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他急忙想要联系好友 却被艾娃一枪打穿右手 残心的疼痛让男人低三吓死地向艾娃哀求 但艾娃却继续命令男人解释 男人彻底崩溃 直言自己只是帮公司转移资产的小人物 听到这话艾娃一脸失望 看来今天又无法搞清楚暗杀原因了 一旁的男人见她分神 当即准备朝她动手 却被一枪夺去性命 随后艾娃向上集汇报任务完成 驾车离开现场 可她却不知道自己刚踩的话权被一个女人偷偷录下 显然艾娃已经被人盯上 对此尚不知情的艾娃 搭乘飞机回到古乡波士顿 正当她在酒店放松时 服务生忽然送来一个包裹 这预示着艾娃下一次任务即将开始 但她却没有急着行动 而是来到当地一家酒吧 寻找在这里担任歌手的妹妹朱迪 然而姐妹重逢却没有艾娃想象中那般美好 朱迪对她不冷不热 言语中也见识满怨 因为艾娃此足八年没有回家 除了每半年打来一次电话外 家人根本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就连父亲的葬礼也没有参加 朱迪越说越生气 更是在回家前告诉艾娃一个坏消息 母亲心脏病发作 如今正在住院 艾娃没想到会发生如此大的家庭变故 隔天连忙与朱迪一同前往医院 在看到母亲平安无事后 闲着的心裁稍稍放下 母亲也热情欢迎她的到来 但不只是多年未见还是其他原因 母女俩的关系颇为生疏 就仿佛仇人一般 朱迪看出气氛有些不对 决定推母亲去外面放松 母亲回忆起去世的丈夫 随后划风一转 提起朱迪的男友迈克 询问艾娃回来后又没有见过 但这句话却让姐妹两面路难堪 似乎迈克与她们之间还有一段故事 好在这次尴尬的探望很快结束 艾娃也开始了下一项任务 这次的母标是一名将军 艾娃将扮成她好友的女儿 接近后伪装成自然死亡 这对经验丰富的艾娃来说并非男士 她身着大红色碗礼服 举手头组间金嫌妩媚 很快便让将军意乱情迷 迫不及待地打发走手下 带着艾娃回到房间 但就在将军准备享受时 突然感觉自己身体无法动弹 只见艾娃将一管毒素注射进她的脚趾 15分钟后便会死于心脏病发 艾娃再度问出那个问题 可话音未落 门外突然传来声响 艾娃意识到不对 随后抢过手枪展开逼问 她已经反应过来 这次行动就是陷阱 得到的都是假情报 尽管对方没有回答 但艾娃从她表情看出 眼看阎军越来越多 艾娃明白此地不宜久留 并把将军的血抹在脸上 装作惊慌失措的模样冲出房间 这一招成功骗过士兵 艾娃趁机偷来两颗震爆弹 等士兵离开后在人群中引爆 接着趁乱逃出酒店 可刚跑没多远 艾娃又遇到一对特警 她先下守围墙 夺过武器将对方一一射伤 随后撕破裙子 用红布包着脑袋 一招满天锅海成功逃离 但艾娃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她直接找到上级杜克 询问对方为什么要害自己 杜克是艾娃的老师 更是将其视如己出 毫无保留地教导他一切 怎么可能会害艾娃 但这次行动的确出现问题 杜克也想不明白 只能向艾娃道歉 表示是自己疏忽给错名字 并且已经向组织管理层解释过 管理层决定帮艾娃善后 把责任推到恐怖分子头上 眼看这件事就此结束 艾娃也不再多说 转而问其为什么要杀害将军 杜克听到这话连忙打断 警告他不要再纠结原因 因为组织的铁力就是少受多做 禁止以目标交流 杜克看出艾娃近期不适合出任务 便决定给他放个假 这让艾娃无比感动 毕竟他的确有些事需要处理 回到家乡后 艾娃前往医院准备探望母亲 忽然遇到一个大胡子男人 私目相对下 艾娃眼中浮现出难以掩饰的慌乱 因为男人真是竹地的男友迈克 也是艾娃的前男友 场面极度尴尬 艾娃只能若无其事地祝福二人 竹地也是因此 才会对艾娃充满敌意 母亲显然也明白这一点 但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她还是希望姐妹俩能缓和关系 便让他们仨今晚一起吃饭 可艾娃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情况 她只能躲在街酒户助会 项目神人倾诉自己痛苦的过往 十年前艾娃无意仗见父亲出轨 并威胁她向母亲坦白 否则自己会说出这一切 不料被老奸巨华的父亲返江一军 父亲提前找到妻子 谎称艾娃偷钱被发现 为了驮罪诬陷自己出轨 当时的艾娃十分不堪 不仅有着严重酒饮还曾因盗窃被捕 所以母亲自然选择相信丈夫 这让艾娃心灰意冷 对家庭彻底失望 甚至蒙伸出杀害父亲的想法 她生怕自己会失控 所以决定加入军队离开这个家 直到父亲离世才敢返回 以此同时 心系艾娃的杜克找到组织首领西蒙 亲口保证任务失败不是艾娃的问题 但西蒙却不管这些 她突然暴跳如雷 执意艾娃不应该和目标交谈 更不应该询问对方被暗杀的原因 这让杜克很是奇怪 询问西蒙怎么知道这些 尽管一个手下表示自己听到了 但西蒙身旁的女人却露出一味深长的眼神 她正是那听透露艾娃对话的人 也是西蒙的私生女 听到这话杜克已经猜到大概 她不再多说将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只求西蒙再给艾娃一次机会 尽管西蒙表面答应 但杜克刚一离开 她便让女儿派人解决艾娃 而上次行动也是西蒙故意给的错误信息 她本想借刀杀人 没想到艾娃反应迅速躲过一劫 女儿领命后 询问是否要对杜克动手 却被西蒙直接拒绝 因为杜克同样是西蒙的师父 但她也如亲世儿子一般 有次杜克被捕 经历整整五天的折磨 也没有供出西蒙 西蒙从此将杜克是做自己的父亲 但现在艾娃已经成为无法调节的矛盾 所以西蒙必须将其铲除 当天晚上艾娃照常开始夜跑 忽然发现身后有个可因男人 正是西蒙派来的杀手 在注意到男人量出利刃后 艾娃急忙提速 却还是被杀手追上 艾娃监视不对撒腿就跑 等杀手捡起枪 她已经小时都无影无踪 杀手没想到自己会失败 连忙上前寻找 不料艾娃就躲在水池中 猛的先伸一刀疯后 成功化解这场危机 她手忙脚乱地清洗自己身上血迹 而后带着枪回到酒店 这次的遭遇让艾娃怒不可乐 隔天再度找到杜克 亮出手枪警告她如实交代 杜克尽管猜到杀手可能是西蒙派来 但自然不会告诉艾娃 只能表示自己已经与西蒙谈过 对方同意就此罢休 所以这次刺杀应该只是意外 更是强调如果西蒙真的要对付艾娃 必须跨过自己的尸体 这让艾娃无比纠结 她明白杜克是在撒谎 却清楚她的为人 明白她不会害自己 再三有意后 艾娃最终还是决定再相信杜克一次 把杀手的枪交给杜克 让她帮忙调查 随后艾娃按照母亲的嘱咐 与朱蒂麦克一起吃晚餐 可看着举止甜蜜的二人 艾娃只觉自己背架在火山口 她对麦克仍有感情 无法忍受心爱之人与他人亲热 哪怕是自己的妹妹 不知是嫉妒还是痛苦 艾娃随口感慨一句 这种感觉很是熟悉 不料朱蒂突然暴怒 她本就介意姐姐与麦克的关系 这下更是忍无可忍 当即起身离开 麦克没想到局面会变成这样 她只言艾娃不辞而别离家八年 没资格再回来说三到四 随后同样走出餐馆 只留下满心酸楚的艾娃 当天夜里艾娃正在熟睡 突然被急促地敲门声惊醒 只见朱蒂一脸慌张 表示麦克晚上没有回家 也联系不上 很可能是又去了那里 艾娃听了心中一惊 连忙让朱蒂说清楚 原来麦克一直有毒瘾 经常沉浸在赌场中 因为他对此颇为擅长 之前还赢了不少钱 朱蒂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最近麦克越输越多 朱蒂便明令禁止他再赌 可现在看来这显然没什么用 朱蒂只希望艾娃能告诉自己 麦克究竟在哪里 艾娃作为麦克的前女友 自然清楚她的下落 但为了不伤到妹妹的感情 她最终还是决定隐瞒这一点 隔天艾娃独自前往赌场 果然看到坐在牌桌上的麦克 而赌场老板托尼也是艾娃的老乡使 当年她刚离开家 就是被托尼收留并帮忙借除酒饮 托尼本想培养艾娃当作接班人 没想到艾娃依然离开 还带走她的常客麦克 正因如此托尼对艾娃心怀怨念 说什么也不肯让她带走麦克 眼看气氛逐渐紧张 艾娃果断出手 打腿冲上来的保安 并举刀鞋持托尼 带着她与麦克朝外走去 并在离开前向托尼保证 会在36小时内帮麦克还清清款 希望托尼不要再骚扰自己的家人 但麦克同样对艾娃心有不满 离开的路上她再也忍不住 这位艾娃当年明明已经接受自己的求婚 为什么突然不告而别 艾娃不敢表明自己的杀手身份 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在得知麦克已经向朱棣求婚后 艾娃的情绪瞬间崩溃 她转身离开不愿让麦克看到自己的泪水 他们终究是回不到过去了 满心悲伤的艾娃来到酒店吧台 冲动之下要了一杯威士忌 可看着杯子里的烈酒 她却陷入犹豫 在加入军队后艾娃便再也没有喝过酒 她担心自己的酒瘾会发作 最终还是决定放下酒杯 就在艾娃陷入痛苦的同时 杜克又一次找上西蒙 她开门尖山 直言上次任务根本就不是意外 并询问西蒙是不是很久没有收到杀手的消息了 听到这话西蒙心中一惊 连忙让女儿处理到杀手所有的假身份 因为她明白那人已经丧命 随后西蒙也不再隐瞒 承认是自己做的一切 因为她发现艾娃即将脱离掌控 为了组织必须将其除掉 并表示现在自己才是老大 杜克没权力指手画脚 眼看西蒙态度坚决 杜克也不再废话 举枪想要威胁她撤回追杀令 不料反被西蒙女儿止住脑袋 就在局面僵持之际西蒙想女儿的出现打破僵局 杜克抱起女孩亲切地陪她玩上 可以等女孩离开 西蒙女儿便在镀几枪 不过这次杜克可不会给她机会了 西蒙女儿趁机打翻杜克 准备开枪解决她 西蒙见状力深刻指 因为她要证明自己比杜克更强 随着二人再度交手 很快杜克便被打得遍体鳞伤 杜克倒在地上失去意识 随后西蒙将奄奄一息的杜克带到码头 拍下她垂死的视频 接着踢动锁链 让这的自己父亲般的男人葬身虎底 对此伤不知情的艾娃来到母亲家 想要寻求心理安慰 二人边打牌边闲聊 母亲看出艾娃打算说些什么 连忙制止她的举动 强调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再也收不回来 所以她宁可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想听到可怕的真相 这也是母亲当年选择相信丈夫的原因 她并非没有怀疑过 但为了保持完整的家 只能忍同牺牲女儿 尽管母亲没有道歉 但艾娃听出她话里的歉意 艾娃没有想到母亲会主动向自己低头 她热泪银眶百感交集 积攒多年的怨气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可危险却也悄然降临 当天夜里艾娃忽然接到西蒙打来的电话 对方毫不掩饰地提起自己已经杀害杜克 这突如其来的恶号令艾娃悲愤交加 但还不等她平复情绪 又收到杜克的死亡录像 艾娃彻底慌了神 无助之下她找到迈克 哀求她陪自己私奔 却得知朱弟已经怀孕 这句话让艾娃瞬间清醒 强烈地快救赶随之袭来 她明白自己和迈克再无可能 只能为爱人做最后一件事 艾娃来到托尼的赌场 一个账面便打赢看门人 她刚上楼梯 突然被赶来的保安袭击 反手一枪将其解决 通尼听到神响连忙出来查看 一看到逝者是艾娃 上去对着艾娃就是一套天马流星拳 而艾娃像是在用身体赎罪般没有反抗 接着主动坦白自己是一个手握40多条人命的杀手 眨眼间便将托尼制服 威胁他不要说出自己的秘密 随后松开双臂 将装满钱的背包丢在托尼身旁 替迈克还清清款 做完这些艾娃失魂落魄地回到酒店 她再也忍不住 打开酒瓶刀进嘴里 只希望一次来麻痹感情 可酒喝得越多 艾娃心中的痛苦就业清晰 她注意到掉在身旁的手枪 准备就此结束生命 然而这时酒店房门忽然打开 只见西蒙走了进来 此时艾娃的丹霞已经打空 她只好领想办法 片刻后躲在掩体后的西蒙见外面没有动静 连忙上前查看 却被藏身桌子下的艾娃偷袭 一场大战瞬间打响 看着人不肯服输的艾娃 西蒙忽然明白 为什么杜克会如此看中她 杜克心中的恨意忽然消失 她决定放过艾娃 起身快步离开 单杀腹之仇岂能不报 艾娃从角落拿出藏着的现金与手枪 冲出酒店追赶一曲一拐的西蒙 嗯? 嗯? 等来到桥下 埃娃一枪命中西蒙的左腿 而后蹲在他面前举起手枪 在承诺不会伤害西蒙家人后 果断扣动扳机 终于为杜克报了仇 一切尘埃落定 埃娃找到朱迪与麦克 拿出现金和存款 让他们二人带着母亲去国外赞避风头 等自己确认安全再回来 麦克也交给埃娃一封信 里面是杜克的遗言 他清楚自己会死在西蒙手下 但能为埃娃的自由牺牲 杜克死而无憾 可快不离开的埃娃却不知道 西蒙女儿正跟在自己身后 显然这件事还也没有结束 女人为了不被男友欺负 竟偷偷申请参军服役 可男友夺过电脑看到这一幕 却忍不住笑出了声 直言那种地方还不及这里的万分之一 而且这里还提供免费的娱乐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但没想到 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 竟改变了他的一生 而且很快 他就等到了脱离人渣男友的机会 只因他带着两名混混 刚截走老人的银行卡 就被路过的警车发现 而其中一名混混还想硬钢警察 却不料当场倒地身亡 然后他们开着汽车逃离这里 偏偏就在逃跑过程中 引起一辆警车发生侧翻 害怕的男人一到家 就回房立马收拾东西 而于精未定的女人坐下椅子 却丝毫没有注意 旁边竟坐着一个黑衣男 男人看到了安娜申请参军的帖子 没想到黑衣男竟提前做足了功课 就连安娜的父亲是海军上尉的事情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甚至他还在军校读过书 但还没成年就退学了 黑衣男并不想失去这么好的苗子 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父母双亡又走投无路 我认为你做了错误了 那些都是很漂亮的 经过了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 安娜终于见到了直属上司 但这个老太婆却嫌弃她没受过高等教育 但没想到 安娜竟从契科夫的名作中 说出了现在的处境 而这也是女上司最崇拜的著名作家 只因在来之前就做足了功课 听到这个女人瞬间来了兴趣 于是女上司递给安娜一张照片 而考核内容就是刺杀照片上的光头首领 但女上司给枪的时候却明显有些不安好心 还让她完事以后带上目标的手机从后门出来 因为你只有五分钟时间 随后安娜一进屋就立马掏出枪 安娜这才意识到上了老太婆的挡 保镖迅速做出反应 而反应迅速的安娜当即拆开手枪 然后插进保镖的脖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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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完所有保镖的安娜 开始寻找最后的光头首领 随后便看到了她的帽子 而就在安娜慢慢低头查看的时候 关键时刻 地上的叉子救了她一命 随后安娜找到了光头的手机 再捡回自己的帽子准备撤离 但没想到外面的老太婆 竟然连一秒钟都不想多戴 而这时安娜急冲冲赶出来 却刚好和他们失之交臂 无奈安娜只好挥了挥手 跟这种上司估计也只有纯利益没有意 于是处理完脸上的血字回到总部 然后朝老太婆扔掉那不该死的手机 不料她却说你超时了 只因女上司在考核的时候 拖着一条被钢爪夹住的腿 然后再走了整整三天三夜 而等终于回到营地的时候 教官却给了她一把螺丝刀 于是那把螺丝刀一直都戴在身上 没想到女上司竟然敢用手榴弹点烟 这操作下的安娜立马拔腿跑路 为了接下来更好的工作 安娜住进了豪华单间 但这里的气息却跟之前的生活没两样 然后安娜刚洗完热水澡 就接到大山打来的电话 殊不知此时的安娜要开始布局了 没过一会 大山就来到了房间 而安娜直接上演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两人也从此确认了某种关系 然后安娜全心全意地投人工作 希望早日成为间谍中的佼佼者 她不仅可以伪装成一个小摊老板 就连模特一脚都能玩得得心应手 甚至还可以穿插在上流社会不被识破 并发挥自己的特长 无伤地完成刺杀任务 会否判断说过速度 没有 我对不起 我说 我说 什么需要我说 我说你 你什么工作吗 你做什么 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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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供给这些东西 食物和荷花 我不会有很多国家 你帮到这样 好 停 我不想知道 停 我的生命 为你的爱 哪里是洗澡 给我 走之前还得戴上一些战利品 然后再不慌不忙地戴上墨镜 只因这样才能遮住替身的眼睛 就算监控拍到都分不清真假 最后每次做完这些都会换掉一身衣服 而为了以防万一 更是杀到监控室 处理掉所有可能会带来威胁的人 最后找到监控硬盘一并戴上 才敢走出大门 但常在江湖混 哪能不挨棍 没想到就是这个夸包的小小举动 竟差点断送了安娜的职业生涯 而在后门出来的替身却和她恰恰相反 更糟糕的是 这一幕还被路边的监控记录下来 就这样战绩卓越的安娜 收到了克格勃首领的邀请 而安娜一来就问可不可以离开组织 听到这话的老头立马从抽屉拿出手枪 对准了安娜 安娜没想到这一切竟还是谎言 于是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打电话给大山 显然这个回答并没有那么坚定 只因尽力两字拥有原则性问题 也证明了大山在组织的感情 大于两人的感情 而敏锐的安娜也明白其中含义 于是在晚上接任务时变得异常暴躁 但也就是这次刺杀外交官的任务 改变了她的一生 只因这是美国情报组织设下的圈套 随后她乔装成映照女 一上来就放大招 直接露出了性感的大长腿 然后在进入主题之前 安娜先去一趟洗手间 等来到里面 她先是打开水龙头 然后借助噪音拿出水池下的手枪 再迅速上膛装好消音器 紧接着一推开门就立马开枪 但没想到她这次中计了 旁边冲出来一吨的武装人员 没了武器加持的安娜只能束手就擒 可途中被靠时掉落了一个金色手表 然后安娜被按到椅子上 这一刻她感觉自己要完了 只因阿蒙是美国中擒局特工 而且她早就知道 安娜是苏联克格勃间谍 更牛逼的是 阿蒙给出了一个让安娜无法拒绝的选择 敏锐的安娜立马调整情绪 只因没用的人是不会谈条件的 于是安娜赌了一把 太犹豫了 显然安娜赌对了 高手间的谈判 忙忙只需几秒钟 而安娜心中却有个疑问 那就是怎么被识破的 没想到摆密一书 不过最后两人还是达成了共识 随后等安娜离开的时候 就已经被刚才的事情惊出一身冷汗 调整好情绪 再急冲冲地回到总部 可安娜只带回了密码箱 却没带外交官的指纹 没想到被眼尖的老太婆 一下子就看出了端倪 而紧张的安娜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难怪这老太婆会这么好声好气 原来是怕留下手表暴露自己 无奈的安娜也只好折返回去 殊不知刚才在走廊的一幕 早就被老太婆尽收眼底 而这次也一样 安娜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而阿蒙就是牛逼 一听到立马叫手下把他按住 而动手的人必须是安娜 只因克格勃独有的切法 也只有组织才能看出来 然后安娜把手指带了回来 虽然心里明白上司已经知道了反常 但他似乎并没有责怪安娜的意思 只是略微地看了一下手指的切痕 就完事了 而安娜还上演一下苦情戏 表示自己累了 但没想到老太婆竟顺着安娜的意思 让他休息几天 然后安娜白天染了个头发 到了晚上便开始不另一个局 于是第二天就搞定了阿蒙 而他完事后 就立马打电话给正在监视安娜的手下 得到没有异常的回复 这才满意地挂断电话 随后再把窗帘拉起来 再坐到安娜身旁 要给他安排新的任务 为了能聊住男人的心 安娜果断答应 然后在上司的安排下 安娜又要开始无止境地杀戮 于是假期就这么寥寥结束 然后开始执行的刺杀任务 还是老套路 先把一些值钱的打包带走 在离开之前 即使是发骚的保安也不放过 然后推开车门一枪一个 再关上车门 而这就是自信 一套行云流水下来 男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中招的 于是安娜就这样当着她的面 拿走箱子里的机密文件 然后再回到车上 把手上的东西交给老太婆 却没想到这次竟有了意外收获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于是安娜便开始了她的计划 一回来就跟大山躲在小黑屋完了起来 但这次是有目的的 等大山出来的时候 而她却从桌子底下掏出一把手枪 只因现在 就是干掉克格勃老大的最佳时机 随后听着老头说些有的没的 可安娜根本没有当回事 并且现在已经悄悄装好了消音器 然后安娜拿出了一支镇静剂 打在大山的脖子上 直到她昏睡过去 在火速来到电脑前 将克格勃的核心资料全部拷贝一份 完事事后顺手拿走大山的装备 还有能出入总部的通行卡 就连老头的专用配枪都一并打包带走 可安娜刚出房间 就遇到了一大批警备人员 没想到意志力惊人的大山 竟然在昏迷前一刻按下了警报器 于是整座大楼立马进入一级戒备 而暴露的安娜又开始了她的无情杀戮 接着一个漂亮的翻滚 然后速滑下梯子 解决掉里面的小卡拉 再使出一个滑铲 这次竟然又是无伤逃脱 即使面对这种强大火力仍然游刃有余 而外面的阿蒙直到听见了警报声 才放心地离开 虽然知道安娜已经得手 不过还是担心起了她的安慰 就算局里的人都知道 克格勃的首领死了 但身为中情局英雄的她 仍然是闷闷不乐 直到看见安娜发来的短信 这才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然后她按照短信的只是来到一个公园 但没想到的是 大山静就坐在旁边 而这是安娜才出现在路边 齐料一上来就给了大山一下 随后安娜拉着大山的手来到阿蒙这边 并也给了阿蒙一个香吻 于是安娜拿出了一个U盘 里面装有克格勃的机密文件 然后又拿出了另一份资料 而这个是装有中情局的机密文件 而安娜这么做的目的 那都是为了能在两大组织面前全身而退 可这个把柄也就只能维持六个月而已 一旦过了时间 信息就没用了 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 安娜部的局远不止这些 大山看他都这样了 自己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于是拿过桌上的U盘 这也终于让安娜松了一口气 可他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而听到枪响的两人立马拔枪相对 周围的克格勃特工迅速包围阿蒙 还好中情局的武装力量及时赶来 双方人马才没有爆发枪战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中了数枪的安娜竟突然钻进了草丛 还扔了个替身回来 而就这短短的三秒钟 大山就错过了刚刚的画面 同一时间的阿蒙也在看着监控 随后安娜扯到了头上的假发 用另一个身份离开了这里 而这一招瞒天过海 当然离不开老太婆的帮忙 之所以当时没有责怪安娜 是因为早就看穿了她的伪装 于是安娜还得听命余女上司 然后就将阿蒙的计划 一五一十地告诉她 但现在的老太婆 却萌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然后便有了刺杀老头 跟盗取机密文件的一幕 甚至就连逃跑路线 都是出自于老太婆之手 但老太婆真的会让安娜 携带机密离开吗 而就在她想做些什么的时候 电脑竟突然出现一个邮件弹窗 原来安娜在当时的对话中 留了个心眼 还用电子演录下了整个过程 不愧是老太婆教出来的特工 就连本人都忍不住称赞一声 她早已患上了失眠症 却不吃安眠药 反而吃提审药 只因她的工作 需要她时刻保持清醒 她从不谈恋爱 更不考虑结婚 只有一个稳定的付费男伴 偶尔排浅寂寞 不偿温存 她挣了很多钱 足以养活一个秘密的间谍团队 却每天只吃一顿饭 还是最简单的快餐 她叫斯隆 是华盛顿的游说专家 当然这是好听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为他们背后的利益集团 操控舆论 拉拢政客 的确 斯隆入行是一年从无败迹 各方都争着拉拢他 就连全是滔天的金主爸爸 在和他见面之前 都紧张得手足无措 此人是强制协会的大佬 因为最近强制案又上了热搜 遇害孩子的母亲在电视上哭诉 民众纷纷呼吁 尽快出台控枪法案 为了应对舆论危机 大佬想了个招 想让斯隆帮忙策划一波遗情 改变强制在女性心目中的形象 如此颠倒黑白 也难怪斯隆没忍住大笑 为了迎合女性选民 应是把强制暴力 美化成女性安全 见清楚爸爸下不来台 斯隆收起先前的无礼 但是依然婉拒了这个生意 客户一走 老板暴跳如雷 斯隆尝试向老板解释 他拒绝的理由 在美国先行的制度下 购买强制连身份证都不需要提供 但老板根本不想听 如果你伺候不了清楚 就从这家公司滚蛋吧 不过他没想到 斯隆会滚得那么快 震乱 相知协会的对手 趁机向这个王牌说客发起邀请 既然你不惜得罪大佬 跟老板闹翻 就证明你支持空枪法案 不如调槽来为我们工作吧 说着 他随便撕下了一张便签纸 开出了邀请斯隆的条件 斯隆心动了 不是为这便签上的数字 而是因为这个游戏足够刺激 用枪派一直在这场博弈中站着上风 帮他们赢了这一次 也只是锦上添花 但如果他能凭一己之力 把从未赢过的控枪派 送上胜利的宝座 不更显得他呼风唤雨 无所不能吗 第二天 斯隆在晨会上 当众宣布了他跳槽的决定 不出所料 团队的大半成员 都选择了跟他走 但他平日里最现任的手下简 却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 斯隆感到难以置信 要知道公事以来 简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 甚至成的上市形影不离 然而此刻他也很难责怪简的凉薄 因为他说的没错 自己接下来这一仗 要么飞黄腾打 要么万劫不复 可到了新公司的第一天 他才发现 自己还是远远低估了 这个任务的难度 首先是没钱 将之协会资金雄厚 而他们只是非盈利组织 预算相差了整整40倍 其次他们需要争取的票数 却是对手的两倍还多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恐强法案从来就没赢过 但政治博弈 也从来都不是只关乎钱 斯隆一针见邪地指出 参加投票的参议员们 真正在意的 是能不能坐稳目前的这个位置 很快他就锁定了第一个目标 这的参议员 正在婉言上发表他的重要演说 没注意到现场 混进来一个斯隆的手下 按照斯隆白天的安排 在一会儿的提问环节 他将逼参议员公开表态 是否支持控强法案 然而到了规定的时间 主持人却没有点他的名字 手下一回头 就看到了斯隆在老公司的团队 原来当初斯隆前脚刚走 他的旧老板就带着剩余的人马 找到强制协会的金主 说服他依然聘用他们公司 毕竟斯隆和他们共事多年 没人比他们更了解他的套路了 果然斯隆的第一招 就被老团队轻松拆解 但他并不恼 因为他早就预判了对手的预判 最后一个问题 主持人把话筒给了一个医生 没想到他才是斯隆真正的托儿 在众目睽睽之下 参议员不敢冒险 失去选民的支持 只得表态 第一回和斯隆获胜 其实这个医生 是斯隆找来的演员 而他之前指定的手下 不过是为了混淆老团队的视听 这招声东击西 打得对手搓手不及 可斯隆才不会在乎家属的感情 他在乎的是 到底是谁把他的安排泄露给对手的 隔天 他把团队拉到户外 不有分说不止了一项烧钱的紧急任务 大家众目睽睽 就连一项支持他的新上司 也感到不解 但是人他一意孤行 等到下一次会议 所有人都明白了他的用意 因为他们都从文件夹里 看到了一个朝夕相处的同僚 将自家公司的机密 出卖给对手的照片 原来任务是假 张内鬼才是真 斯隆这招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干得漂亮 第二回合他又赢了 然而上司却很生气 他气得不仅仅是出了内鬼 还有斯隆查出内鬼的手段 这可不是顾个私家侦探 就能完成的事 他偷偷跟踪斯隆 果然发现了他的秘密 在这个废弃的仓库里 斯隆竟然私自养了一帮签谋 他们可以24小时进行音像监控 甚至可以随时黑进对方的手机和电脑 不用说 他就是靠着揪出了内鬼 他们还向他展示了最新的黑科技 近距离窃听蟑螂 可想而知有了这玩意儿 想搜集水的黑料都是一如反掌 伤死对斯隆的手段瞠目结舌 但还是言辞禁止他在使用 政治固然肮脏 但他还有底线 在华盛顿 居然有人会把原则放在银之上 这让斯隆感到新鲜 也第一次似乎有所触动 这件事过后 斯隆好像变了 少了些灵力 多了点人情味 尤其是对新团队里的一位成员艾斯米 他表现出难得的友好 斯隆邀请他一起吃饭 闲聊间问起艾斯米的经历 当收到自己的中学时 艾斯米突然打住了话头 斯隆立即敏锐地猜到 艾斯米是一起中名校演 强击案的幸存者 他以为深长地问 艾斯米回避了这个问题 单次那以后 斯隆接二连三的 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让他去大学 电视台 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 匿集的曝光 让艾斯米的个人知名度越来越高 而这真是斯隆的目的 让艾斯米去吸引对手和媒体的注意力 自己才能低道地展开游说行动 他频繁地拜访 他能争取到的一切力量 就像变斯隆一样 纠闲在不同的目标之间 比如对关注女权的人 他小知毅力 对信仰上帝的人 他动知疫情 对看重家庭的人 他会让助手提前准备好 对方小孩的信息 在他的腿播出栏下 公开表示支持控墙法案的人越来越多 这样他的对手坐不住了 这天 从前团队的老同事找到了他 斯隆欣然应战 之前他和团队排练了许多次模拟辩论 为了等待对手送上门的这一天 直播的那天晚上 整个团队都守在电视机前 准备看他把对手捏得体无万福 他已开车上路必须有驾照开启话题 那么越是危险的机器 就应该越有严格的考试 将之明显比汽车更危险 本来是稳操胜券 但就在一切胜利坚刑的时候 斯隆突然情绪激动起来 偏离了事先准备好的话术 话题直指引向了一旁的艾斯米 说他就是校园强击案的受害者 镜头对准了艾斯米 他就这样毫无防备地 被暴露在了全国观众面前 所有人都震惊了 除了斯隆 在休息室中 他向艾斯米坦白了一切 的确 意识激愤只是他的戏码 从他猜到艾斯米 是枪击案性存者的那一天起 他就有了这个计划 他一步步把艾斯米推到台前 就是为了今天 用他的惨痛绅士 点燃全国人民的情绪 事到如今 艾斯米不得不按斯隆的剧本走下去 虽然他每句话都发自飞幅 但在全国面前成为话题人物 却并不是他原本计划的生活 这一仗 斯隆大获全胜 控枪派的民意支持力 达到了历史新高 然而等待他的 不是团队的庆功宴 而是上司审色严肃的脸 这几个月来 他亲眼看着他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江人心随意玩弄于鼓掌之间 他是土耕斯隆理论 他却丝毫不认为自己有错 上司沉默了 不可否认 斯隆的确带来了 恐枪派从前不敢想象的成功 现在他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就算这女人真的是个魔鬼 他也不能现在把她炒掉 斯隆一个人落寞地抱着红酒 他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面临了大功 却为何落得各众叛全力的下场 他不知道能向谁倾诉 只好又去找男伴 想用一夜温存来排浅郁闷 之前他们已经约好各取所需 互不打探身份 没想到男伴 竟然查出了他的名字 原来男伴对他心生好感 先前百天偶一时 他想跟他打招呼 斯隆却面色尴尬 逃之夭夭 男伴没有在意他的无礼 还想好好安慰他 可信乱入麻的斯隆 却直接拿出了一打钞票 他极度害怕别人走进他的内心 生怕自己的脆弱和崩溃 八路给外界一丝一毫 他还不知道 就在他努力平复情绪时 接连三次失败 已经让强知协会恼羞成怒 大佬亲自指示 不仅要不惜一切代价 重创恐枪派 更要让领头的斯隆 有难翻身 就这样 一场精心策划的意外发生了 正晚 埃斯米刚一走进无人小巷 就被一个陌生男子 用枪抵住了后脑 他绝望地抱住了头 没想到死的人却不是他 开枪的是一位市民 他正巧路过 又正巧带着枪 还正巧是个神枪手 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 随着媒体的大肆渗染 这位健义勇为的市民 迅速成为全国英雄 将知协会的民意支持力 也随着这波舆论风向迅速表声 埃斯米选择了辞职 在空荡荡地后继打听 他冷冷地质问斯隆 斯隆无言以对 如果埃斯米真的死了 那即便最后赢了 还有什么意义 他第一次认真反思 不知手段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一开始他接下这个案子 只是为了赌一个钱所未有的胜利 直到差点失去身边的人 他才真正认同了他们的事业 他想弥补自己的过失 可是悲哀的是 别人早已不信任他了 埃斯米离开之后 斯隆陷入了舆论危机 关于他的负面新闻 一篇接着一篇 对手甚至买通记者 不为采访 只为当面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他在团队面前努力维持着镇定 但等大家都离开之后 他还是忍不住拨通了那个号码 那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一个人 长久的沉默之后 他突然彻底崩溃了 但是简听不到他的崩溃 因为此刻对手哪边 正在加班加点地挖他的黑料 他们已经成功扭转了局势 也搞臭了他的名声 但大佬的要求是把他彻底毁掉 那么仅仅声明狼藉是不够的 他们要把他送进监狱 他们连夜翻找 能指控斯隆犯罪的证据 似乎丝毫不记得 三个月前 他还是并肩作战多年的同事 终于 简似乎想起了什么 当晚 老板就找到了一个政客 要他拿着这个证据 出面发起一场针对斯隆的调查 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政客无法回绝 只能昧着良心答应 于是一周后 国会发起了一场绅士浩大的讨访 上司别无选择 只能吵到斯隆 他以身陷舆论危机 再不切断他与空枪派的联系 那么整个法案都会毁于一旦 听证会开始后 正如斯隆所意料的那样 对手把他所有的黑历史 都是无据系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但斯隆凭借着他的巧识如簧 却又一一化解 直到台上的政客 终于拿出哪张 他亲自填写的深报表 政客以为终于抓住了斯隆行贿的把柄 没想到斯隆对这个罪正持之以鼻 难道你们心事动众地把我拖到这来 到头来只是用一张默论两可的表格 来给我定罪吗 事实上 这种操作在国会司空见惯 斯隆早就留了后手 以确保自己能全身而退 但是 他还是低估了对手的底线 因为最后一个出场的证人 居然就是他的男伴 斯隆如坐针毡 为了泼他脏水 对手连男伴都找来了 明明与案子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纯粹就是为了毁掉他的生育 政客那边已经找到 斯隆与男伴交易的证据 包括酒店的监控 然而男伴的回答却震惊全场 斯隆弯弯没想到 这位露水情人 竟然冒着做假证的风险 护住了他的最后一丝尊严 漫长的一天终于结束 此刻斯隆已经精疲力尽 而控墙法案的支持率 也跌到了前所未有的冰点 现在还有什么才能挽回局面呢 斯隆沉默不语 不到最后一刻 谁都看不到他的王牌 第二天一大早 媒体早已聚集在国会门口 聚光灯矛准了这起全国瞩目的听证会 按照程序 斯隆可以做最后一次陈述 而他接下来这番话 将会推翻人们所以为的一切真相 我早就知道 一旦我站在孔枪牌这边 就一定会有一场针对我个人的人生攻击 胜利者总能先一步一键对手的企图 并且等对方亮出王牌之后 再亮出自己的王牌 而这个卧底 真是跟随自己多年的简 原来简一直都没有背叛他 而是留在敌对公司案中帮忙 他的任务 就是在用强派小洋捏造罪名的时候 给他们提供证据 而他们的间谍小队 无时无刻不再监视着前老板的一举一动 包括前老板和国会议员的对话 也被窃听蟑螂全程记录 当所有人都看到这腐败一幕 全场哗然 台上的政客慌不择路 老板这才明白大事已去 而此刻的斯隆端坐在座位上 就像个真正的女王 一个在人们眼中满口谎言 思得败坏 充满野心和忧望的说客 竟然放弃了自己的输赢 用自己最真实的职业生涯 换来了一场正义的事业 最后 斯隆因为非法监控罪入狱 十个月后 律师去看望他 给他带去了两个好消息 第一是孔强法案顺利通过了 第二是他为他争取到了减刑 直到此时 真相才大败于天下 原来 斯隆从一开始就明白 没钱没钱事的孔强派 想要取得胜利 就必须兵刑险招 于是他已深入局 那张亲笔填写的单子 是他故意露出的破绽 只要对手上钩 他就有机会在全国媒体前 将他们的罪行着告天下 但是 他一开始的计划并不是破釜沉舟 他在哪一刻改变的 或许 是上司拒绝使用非法监控开始 或许 是埃斯米差点被枪杀的意外开始 最后律师问他 原来律师很早就警告过他 作伪证的最低刑75年 如果团队承认 事先知道了他的计划 而在听证会上知情不报 那么一旦被发现 就会有劳逸之灾 于是他独自承担了所有的骂名 承担了对方的炮火 甚至承担了己方的抛弃 只为不连累任何一个身边的人 又过了四个月 斯隆出狱了 他不再拥有光鲜亮丽的外表 但是当他走出监狱大门时 有人来接他了 他见到了谁呢 或许是简 或许是埃斯米 或许是整个团队